133年前,世界上第一台摩托车在德国诞生了 一个叫哥特利伯·戴姆勒的人把一台发动机安装到了一台框架的机器上面 就这样,摩托车开始在全世界风靡起来 有贵妇骑着她的踏板车在街上溜达,有邮递员骑滑板车送报纸的 但是看起来他们骑的车跟现在也没有多大的区别吧 在发展了将近40年的时候,外国人的摩托车上居然挂上了车牌号 在那个时候,外国人还是遵守交通规则的 令人惊讶的是,在浪漫之都法国巴黎居然看见了可以折叠的摩托车 不得不说进步神速,随着摩托车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骑上了它 不管是明星还是普通人,基本上都骑着小电驴 起初的摩托车是没有座椅的,而且人子还很大 后来慢慢的发展成轮子小有座位的车 再后来居然有了可以折叠的车 这样机小小又节省了空间 老实说我还挺喜欢大轮子的 像我这种骑着自行车都会摔到坑里的 就适合这种平衡感好掌握的车 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地方可以让我坐 像那种轮子很小又没有座位的车 我想我是不敢挑战的 都说要赶上时代的潮流 可摩托车经过一百多年的进化演变 如今我怎么看上去,觉着现在的电动车的造型 跟一百多年线的摩托车没啥不一样 可能现在的车除了动力系统好一些之外 现在的车相比一百多年线的摩托车 也没有什么可以比较的 看来时尚果然是轮回的 如今又回到了原点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